最容易出錯的就是剛剛看到的這個單引號部分 如果你的型態是TESL的話 記得前後都要用這個單引號 那配合format啦 其實如果你不配合format 以前是用串接的 那這串接就非常非常的複雜 因為假如說這個 SQL的語法沒有這個format來搭配的話 那這用串接的真的是非常 因為我之前本來 程式用串接的 我發現很多同學我光看到頭就暈了 後來我發現 換個方法用那個 就是format感覺就簡單很多啦 但還是容易出錯啦 那這樣的話資料就確定寫到資料庫裡面去了 可是如果今天 我要再把它查出來做報表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要輸出報表 那如果我的需求是 我希望建立一個查詢系統 比如說 有點像我輸入編號幾號就自動幫我把編號幾號帶出來的話 或者是我輸入哪個人的關鍵字 比如哪個人的姓名也許姓黃的 姓李的姓陳的 或者我可能知道什麼 或者是說他的生日在哪一個區間的 有點像是在Excel裡面的篩選 但是那個動作是在Python裡面完成的話 那該怎麼做 OK 那首先大家一樣 我們做的方法 但第一個一定要是新增一個 新增一個module 然後拿 之前的這個 查詢拿來做修改 OK改的方法 不外乎就Ctrl C 有沒有 這個查詢這個前面的那個 查詢的範本 所以我建議以後那個範本可以把它留下來 把它拿來改總不會錯吧 OK 把它Ctrl V貼到哪裡 貼到我們一個新的模組 那特別注意啦 反正你只要記得改對地方就OK了 改哪些地方呢 包含什麼 第一個 我們前面那個 資料庫嘛 之前是Ctrl 01 那後來好像改一個叫什麼 Member 所以這個 把它 第一個 連的到資料庫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把這個table改成什麼 叫Member Member 01 的資料表 特別注意喔 資料庫裡面可以放 無限 應該有限制啊 看它的那個 至少 幾萬個 這個資料表是絕對沒問題的 OK 你可以放大量的 這個 資料表 放在資料庫裡面 我們只有建一個 Member 01 當然你可以Member 02 你一直增加進去 可以把資料 寫到資料表 然後呢 如果我執行之後的話 那理論上科史裡面 就會把 這個50個會員 的資料全部都幫你抓回來 那再來我要怎麼樣把它 寫出去呢 再來的話就是 第一個啦 因為它不會帶 欄位名稱 所以呢我 Printer的時候呢 上面部分喔 我們就可以 把欄位名稱 給帶出來 欄位名稱的話呢 總共有5個嘛 所以我們 開頭的話 一般習慣會 Printer 它的欄位名稱 這個可能喔 一般 還是自己動手 把它加一下 所以總共有5個欄位嘛 這個自己打一下 再把 科色裡面的查出來的結果 因為它查完之後 會幫你把它放科色 這科色的話 指的就是那個 資料表 有點像那個 查詢之後的資料表 那在這個 For each 每一個 Row 每一列 也就第一列可能 1號 第二列可能 2號 那幫我把 這裡面所有的那個 資料呢 一個一個的帶出來 所以 For each Row 這個Row名稱是自己取的 Incursor 在這個查詢到的 科色裡面呢 一個一個幫我把它帶出來 那怎麼樣把它print的出來 最簡單 當然裡面的話呢 1號 有沒有那個編號 放在第1欄 Row 則列嘛 中瓜五後面是 這個0的話是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4欄 所以後面其實你可以 把它這樣串接好了 一般是第1 第2 第3的話呢 就是再把它 再加一個 這邊改成 改成2嘛 然後再把這個 再複製過來 再改成3 就好了 然後因為有5欄嘛 所以再4 有沒有 這樣就OK了 好 乘4 就 寫完了 好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還沒有下條件喔 OK 那我們要怎麼樣把這個 5個欄位呢 查出來 應該可以看懂吧 這前面講過 只是說 之前的 那個 資料庫名稱 資料把名稱變更 然後欄數不同 另外的話 裡面的欄也不同 把它執行看一下 能不能查出來 如果查出來 表示OK 有沒有 這樣的話很快 自動幫我把資料 就全部呢 都列在這邊了 中間加豆點 當然以後如果你中間不加豆點 你可以改成別的符號 都沒關係啦 好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如果我今天 希望把 查詢的這個 結果 改成下條件的 下條件的話 特別注意喔 下條件的話呢 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 在 slash 所有欄位 from哪個table 後面加一個篩選 有點像是那個 Essal裡面的篩選 篩選的話呢 那我們基本上篩選是按篩選哪一欄 所以這裡的話一樣喔 只是說這裡的話呢 C口語法變成你要自己 下一個條件 那 後面的條件就是會有哪一欄嗎 那我假設我要查編號的話 會有編號 編號在A欄 有沒有 會有A欄 等於什麼呢 後面就加上等於 假設我要查1號的話 那等於1就可以了 好啊我剛剛講過喔 其實1有沒有 理論上應該我要怎樣 在前後加什麼 單引號這樣 可是我後來發現喔 我試一下 我印象中好像下降 他也可以接受喔 這樣子實際上是一個數字1啊 可是放在資料庫裡面 理論上是一個文字1喔 理論應該查不到 我印象中好像這樣可以查得到 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查完之後 1號就出來了 但是你下一個 單引號這樣子喔 我印象中好像也可以 有沒有 所以喔 SQLite等於是有點 他自己會幫你做 轉型喔 也就是說如果他看裡面是數字喔 就是你下有單引號沒單引號好像都可以喔 這個是 不過這點算是他 怎麼講貼心的地方啦 自動幫你轉 好 那如果你要下個條件的話 那這樣你可以 比如說我這邊 假設你可以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一個x好了 假如說 我希望我改成一個互動式的 那x等於什麼 等於input好了 Input 比如說 你要查什麼 請輸入 假設我要改成 請輸入 查詢 編號好了 比如說查詢編號 OK 然後他就跳出來了 請輸入編號就好了 OK 然後再把什麼 再把在x 放到這裡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加加加 然後 雙一號 雙一號 這邊放x就可以了 等於是說把這個變數呢 把它串到這邊來的意思 OK 那這樣執行 先輸入 這個是一串 加一個變數 變數的話前後也要串 串錯了 應該是 這個在外面才對 加應該是 那其實跟那個以前那個VBA那個蠻像的 就是 本來是這樣 就是 你就把這個 改變的嘛 雙號兩個 移到中間 有沒有然後再加 VBA是兩個雙一號 這邊的話是 兩個++ 然後再把x放進來 這樣的話呢就是 輸入編號多少 把這個編號的變數放這邊 幫我結果查出來 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請輸入編號 輸入2號 Enter 把2號查出來 有沒有OK 執行 輸入3號 喔 輸入3號 把3號帶出來 那有點像什麼呢 你們假設 有點像是那個 去 健身中心有沒有 然後比如說會員卡嘛 他都調碼機嘛 逼一下有沒有 其實逼的 少調碼動作 基本上就是模擬鍵盤 把你的什麼呢 會員編號 輸入到 電腦 然後把資料帶出來 然後就知道 你有相關資料就出來了 其實道理是一樣的 OK 所以喔 查詢全部的話可以改成什麼 一個 請輸入編號 的一個 這個效果 另外第二個的話 如果說 可是我希望不要 改成這個輸入編號 我希望在這邊改成什麼 查名字的關鍵字的話 查名字關鍵字喔 那這個樣子怎麼改 對 會有B有沒有 B欄嘛 B欄是姓名 有沒有姓名 然後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裡面是一個文字的話 比對的那個符號喔 比對的那個 運算值就不能收送等號 你用like like L-I-K-E like不是喜歡喔 OK 應該是 應該是像吧 像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裡面的話 關鍵字 就要把它改成請輸入 請輸入 姓名關鍵字吧 如果比較 完整應該是 這邊要改成 姓名 關鍵字 因為可以不用全部 關鍵字 這樣子 然後 帶過來之後的話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假設 你這樣 執行 如果你 輸入關鍵字 比如說你 找那個 詹婉婷全稱 再一次 假設我要找詹婉婷 找這個人好了 如果是全部的名 全部你都打進去的話 他 應該是OK的 會找到 那我乾脆直接拿這邊的 這個 賴國章好了 OK喔 賴國章 幫我帶出來 賴國章出來 可是喔如果你現在喔假如說喔 你是用什麼呢 假設你今天是LINE好了 這個時候呢 他會出來嗎 沒有 有沒有你會發現喔 只會有 輸出欄位名稱底下找不到資料 為什麼因為你現在喔 這個LINE 假如說你直接比對的話是要完全 全部的那個姓名都要給喔 但如果你只要關鍵字的話 特別注意喔 你還要再加 兩個萬用字元 也就是說呢 不管前面是什麼字 也不管後面是什麼字 只要有出現那個關鍵字 就幫我帶出來的話 特別特別注意喔 你 記得喔這個 不是只有Python啦 其他任何 資料庫也差不多喔 就是萬用字元應該 會加吧 記得喔加在哪裡呢 加在單引號 第一個單引號的右邊 加一個信號 意思就是說喔 這個關鍵字前面不管是什麼字 有沒有 然後呢在後面這個單引號的 左邊這邊加一個信號 也就不管後面是什麼字啦 幫我串進來有沒有 就是串在那個 前後 只要有那個關鍵字出現的話 就幫我把資料帶出來 好所以喔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用關鍵字很重要喔 如果你不會 用這個方式來 帶資料的話 那你就查不到 所以我把它執行給你們看 如果今天剛剛LINE找不到嘛 現在如果LINE的話呢 Enter 怎麼還找不到 等一下 LINE 這個 有沒有 前面不管什麼 後面不管是什麼 反正只要有LINE就出現 B欄 不是用信號 信號是VBA 更正一下 常常搞混了 因為太多版本了 如果你是VBA的話 或者你用SS 你用信號 但是 如果Python的話 或買Seql 請各位注意一下 因為之前我也常常被這個搞混 因為不同的資料庫 用的外用資源的 資源不同 OK 所以這邊的話 所以有的時候雲端白板 對我也有蠻有幫助的 不然我哪記那麼多 太多東西了 OK 所以我一直強調 有些就不用背的啦 說你怎麼背得了 你腦袋 尤其你年紀越大 又記不了東西 年輕的時候可能還可以多記一點 年紀大的時候 其實很多都忘記了 好記得 把那個信號改成百分比就可以了 OK 其實 就插在這裡 所以 光插個地方 有時候頭都很痛 好 這個時候我們把它執行 理論他應該就OK了 LINE 好 Enter 兩個信LINE的 有沒有 甚至你還可以統計 信什麼最多 我應該這只是一個 報表 反正就是 看統計一下會員哪些 血型最多 哪個年齡層最多 有沒有 還有什麼 反正如果他的欄會越多的話 你可以 在裡面 做一些資料的分析 越多元 OK 比如說信李的看看 有沒有 信李的 有沒有 就三個 OK 那當然其他欄會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 好 甚至是 如果你要查 這個生日的話 可能就是要 BETWIN 介於 有沒有哪個生日到哪個生日的話 那另外 請可以練習一下 我有把剛剛做的 把它放在那個雲端白板的第五 十一頁 如果你要查編號的話 有沒有就下 A欄 會有A欄 等於就可以了 如果是數字的話 那如果是關鍵文字的話呢 記得 用like B欄 然後 就是這一串 有沒有 OK 應該是從這一串到這裡 前後是因為他的 這個 文字嘛 如果是日期的話 要兩個 哪一天到哪一天嘛 所以 特別主要 會有 C C指的是那個 他的生日嘛 BETWIN 特別主要關鍵是BETWIN 哪一個 一樣嘛 就是前後一樣是 用單語 特別主要 日期 在這個TIPE可以把它當成文字 OK 所以你把它當文字沒有問題 他 就可以從哪一天到哪一天幫你查出來 哪一天 AND 哪一天 他就幫你把那個區間 那個資料 給帶出來 可是日期的格式 是不是要不要規定 日期啊 格式 你說格格 因為他裡面有一個形態叫 Date Date Time Date Time 對 但是我後來發現 Date Time結果也是文字 所以這個可能要試試看喔 所以如果假設我們區間的話 那可以 X加Y 有沒有 那這邊可以把它改成 XY 然後後面的語法就改成 X And Y 這個 然後執行一下 比如說要找哪一天開始 那你就輸入 19 假設1970 的1月1號 比如說要找 1970 到19 假設1979好了 等於是 對岸用語叫什麼 對岸用語叫什麼 是70後 是不是 OK好 假設70後的 31這樣子 OK好 就是1970年代的 就列出來 有沒有 OK 以此類推 所以關鍵字就是 Between End就可以了 等於是多了一個參數 會有C欄 Between 這個地方也一樣是把那個日期當成文字看待 但是 他在做 篩選的狀況也OK 沒有問題 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一下 另外當然還有所謂的 血型 血型也可以把它當文字 哪一個 血型給比較單純 你也沒辦法下 所謂的那個關鍵 這個這個關鍵字 哪一個血型 然後哪個電話 電話的話可能也要全部的 OK好試試看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把它馬上變成一個查詢系統 會員查詢系統 那如果你有資料庫的話 以後你要先做報表 甚至你要做圖表 就簡單多了 但是如果沒有資料庫 你要做後續的其實 其實就是大大有問題 如果你之前這個檔案 那你要做一個資料的分析的話 真是麻煩了 沒辦法篩選 但是 如果你懂得把資料放進去的話 那其實就可以透過select語法 會有哪一個欄位 有沒有然後呢 你可以用什麼呢 數字用等於啦 大於小於那個OK 然後呢 文字的話like 那日期的話就between 大概我想這樣應該也蠻夠用的 那可以把你需要的資料給撈出來 再做後續的處理 試試看 查詢系統部分 就算了 然後呢 就算了